然後呢 A到Z 排序以下按確定 他就自動幫你排序 40區 有沒有 那排完之後要做什麼呢 把這個複製 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區域裡面 做出來有沒有 就看到的結果就類似像這樣 有沒有 40區 氣泡1 這個是剛剛做的嘛 對不對 那後面還有啦 還沒做完 就是說 你還要做超連結 連過去 要連到比如說40區那一家飯店 你要能夠秀出來 對不對 那秀出來的話 後面再加一個什麼 40區的那個頁面 你就把40區那個搬過來 不就做出一個 有沒有 開放資料變成一個APP了嗎 對不對 那這樣子其實 很多網路上的開放資料 其實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而且這些事情大家都很需要 所以你查一下 Google 一下開放資料有沒有 你會發現政府的開放資料還蠻多的 這邊都有 有沒有 一堆啊 其實現在最熱門的是什麼呢 就是 實價登錄的資料 也就是說 以後 最好是可以配合什麼 配合GPS 你走到哪裡 附近 這一區裡面 實價登錄的一個狀況 自動在地圖上面用氣泡 或者用什麼方式顯示出來 如果你可以寫出像這樣的APP的話 其實應該會很熱門 下載次數應該會很高 因為大家都知道 想買房子 重借一定會想要下載的 所以 當然怎麼知道自己的GPS 好像 在第九章有了 第八章有 有同學也有實際上去踹 沒有問題 因為只要你手機是 有GPS 在外面有GPS 在室內有WiFi 或者是有那個山區的話 都可以知道你現在的位置 也可以從這邊去抓資料 他資料的抓法 他有兩種 一種是 realtime的 即時的 從網路上直接抓 一種是 不是realtime的 是 download下來 處理完之後再放 那兩種方式 你可以試情況決定 有些資料 如果每天都會變動的話 那一定要realtime最好 可是如果說不是 不是每天都會變動 可能他一段時間 變動一下 一段時間變動一下的話 那你可以考慮 你就把它下載下來處理 然後 甚至你可以學 有一些app的作者是 他會去判斷 這個版本有沒有更新 有更新 他就問你說你要不要更新資料 那你再更新一下就好 所以這種做法 像台鐵的app 也是一樣 他一段時間有沒有 他問你說要不要更新一下 因為台鐵的火車時刻表不是每天在更新的 他是一段時間之後 他就更新一下 那如果更新的話 再把它下載一下 OK啦 所以有太多東西可以做的 像 等等的這些有沒有 像這邊有一個什麼台鐵的 有沒有 這邊都有 國防部的 等等的 相關的 好吧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剛剛講的那個部分就是說 可以用什麼 用councif的函數 去算出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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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